李清華 李清華非常高興 也非常感謝邀請財做這樣的一個介紹 我想也是非常好一個機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國民主義的現場 或者是他和其他組織的發展 我根據時間來盡量的簡短一點 首先呢 剛才前面的報告也提到了 隨著《健康中國203年度化》的提出 以及全面健身上的國家戰略 那麼體育與健康 那麼體質與健康的關係 或者是它的重要性已經提到了前所略的高度 1952年呢 毛主席就提出了發展體育和經常人的體質 最好的詮釋了體質 體育和體質的關係 那麼隨著這個 隨著現在這個生命科技的發展 以及我們人類的生活方式 以及體質的變化 現在呢 在體質的領域呢 應該有些更深度的了解和重要的意義 需要我們提升我們的理念 首先呢 我們講 這個從我們國家一直強調 國民體質是健康中國 也是國民綜合 國家綜合實力的一種基礎和體現 其實沒有這個人民的體質健康 就沒有國家的勞動生產力 所以它是一個最根本的民族的打擊 那麼隨著現代科學的發展呢 就是說在重視健康的同時 也開始高度的重視體質 在維護健康 防重慢病 以及預測人類生命 壽命的這個方面呢 它的重要作用 這方面呢 近些年來的發展 尤其重要 比如說耐力被提升到 這個預測生命和這個 預期壽命的一個 最重要的一個方面 那麼美國2016年 美國新疆軍系會把它做為 第六這個 第五生命提升 來提到這樣的一個高度 那麼實際上 最新的一些觀點和領域 我們必須提高的認識 和簡單的概括 就是 我們優求的體質水平 是一個完美的健康的 重要的基礎 那麼體質呢 是更好的健康 但是呢 我們國隨著生存方式的減變 已經快速的經濟發展 我們的體質呢 又面臨著和健康 面臨著許多新的問題和挑戰 那麼概括起來 首先呢 我們都知道 二十幾年來 兒童青少年的體質 一直成為一個下降的趨勢 第一個報告也講 其實我們現在講 兒童青少年的體質下降 主跌 但實際上 它是在18歲以前 到19歲以上的人群 大學生的體質 仍然處於一個快速的下降的階段 包括可能 我們很多再次的同學 那麼這個方面呢 其實對我們未來幾十年的 整個全人群的健康 都提出了非常大的問題 第二呢 就是我國的肥胖的總量 和肥胖的總人 已經成為全球的第一位 那麼 這個 第三個方面 就是隨著和危機質監測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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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平常的 鍛鍊的意識 不重視肌肉力量的鍛鍊 等等方面 都具有一定的關係 那麼 那麼 第四個嚴重的方面 就是我國 處於一個 為父先老的一個快速的老齡化的進程的階段 那麼 現在呢 就是老齡化的情況 是社會的關注 包括體育在老齡化的過程中 我們能起到的健康老齡化的作用 都提到了前所未來的高度 那麼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慢病 已經成為這個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 那麼從預防醫學的角度來講 現在我們每年 半病的經濟負擔的增長率 經濟負擔的增長率 已經超過了GDP的增長率 所以呢 在我國 慢病 老齡化 都是一個特別特別嚴重的社會問題 我們大概用七十幾年 就是幾十年的首次時間 走過了西方社會的上百年 甚至兩百年以上 以上的一個快速老齡化的一個過程 那麼 國民體制監測呢 我們 我國的在前幾個 從1979年開始 首次的兒童青少年體制調研以來 那麼經過學生的幾次大部分的監測 包括 然後呢 九十年代進入成年 幼兒和老年的監測以後 到兩千年正式行動的 國民體制監測體系 那麼首次實施了第一次 在覆蓋全國三十一個省市 就是大陸地區三十一個省市的 全人群的一個國民體制監測 那麼規定的是 每五年一次 定期定指標進行的國民體制監測 那麼呢 到現在已經完成了四次國民體制監測 目前呢正在進行的 第五次國民體制監測的準備工作 那麼 國民體制監測呢 這個 概括起來呢 我們是 目標人群呢 是分 這個幼兒 學生 或者幼兒 或者兒童青少年 然後成年和老年 從三到六十九歲 這是前四次的國民體制監測 從第五次國民體制監測 要覆蓋到七十九歲 所以就可以講是一個全人群的監測 那麼每五年一次 那麼固定的監測指標和固定的監測 人群的區別 那麼國民體制監測呢 其實概括來講 最初就是說 為了國家系統的掌握國民體制的現狀 和變化規律 為政策制定 包括我們現在知道的全民健身計劃 甚至我們剛才 《健康中國》提到的 國民體制的達標率 以及這個參加區域鍛鍊的人口數等等 都是了國民體制監測它的根本的目標 第一等是為國家的全民 掌握國民體制狀況以及政策服 第二點是為社會的發展 以及各級的這種社區的人群干預 提供了最重要的科學依據 包括這個健康 就是全民健身計劃發展以來 應該國民體制監測 為國民體制鍛鍊意識的提高 以及各級政府對群眾體育的開展工作 提供了最最科學的 和最量化的一個基礎和保障 那麼在國民體制監測的基礎上 發展了就是建立了國民體制的 策定標準 那麼在標準的基礎上 又建立了國民體制日常的策定服務 等等系列的工作 那麼兩千年以來 我們進行了四次的 全員群的國民體制監測 那麼其中七到十九歲 是由教育部來實施的 那麼整個覆蓋的人群 已經超過了兩百萬人 人次 就是每個年度的監測 都是在五十萬左右的人次 我先說一句抱歉 就是我今天的英文的翻譯 可能不是很準確 因為我呢 是交給一個碩士生來翻譯 但翻譯以後呢 我實在是有點忙 就沒有來得進去教會 可能會有一些不準確的地方 非常抱歉大家原諒 那麼我們國民體制監測 從體質的概念和角度來講 我們講體質呢 是身體的形態發育 功能水平 身體的運動能力和素質 包括了心理健康和適應能力 但是從前四次的 國民體制監測來講 我們覆蓋的主要是三個方面 一個是身體的形態發育 一個是身體的機能水平 包括尋壓 對我兩台研究書等等 那麼還有呢 就是運動能力 那麼從第五次開始 我們會關注到 適應能力和他的心理狀況 那麼抽樣來講 國民體制監測呢 我們一直是 從兩天開始呢 是採用了 就是經濟發展水平 以及地理位置相結合 在每個省抽三個地勢 那麼其中呢 省會代表發達的城市 那麼第二呢 就是說 一般的中等水平和欠發達的地勢 考慮到它的 地理位置和經濟狀況的相結合 那麼在三個地勢呢 同時在抽城鄉 也就是說我們是以城鄉 就是地勢 城鄉男女性別和年齡組 這樣呢 進行一個分類的 那麼在老年人呢 是進入指導社區 那麼成年呢 是以單位為主 比如說可能是事業單位 工廠或者是這個 學校等等 那麼學生呢 主要是進入學校 那麼幼兒是在幼兒園 那麼到2000年到2014年 我們說四次的國民體制監測 總體來講呢 有一個劣化趨勢概括來講 我們以2000年的國民體制監測的數據 制定了國民體制制定標準 那麼從標準的發展的角度來講呢 從2006年達到國民體制制定標準 合格以上等級的人數比例 是一個提高的 上風的一個趨勢 那麼從86.9% 那麼提升到2014年的89.6% 到2020呢 我們是之前提供了百分九十幾 到2030建合規劃 目前給的數字是92.2% 但是這個數據呢 我們可能會有一些標準上的調整 根據第五次的接測的變化 待會兒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會稍微介紹一下 那麼呢 總的來講 我們發現的幾個重要的問題 比如說 成人的超重和肥胖的減出率 是一個增長的一個趨勢 比如說 這是從2005年到2014年 超重和肥胖率的一個發展變化的一個情況 那麼第二個呢 就是說從肌肉力量來講 國民體制的這個整體的肌肉不足呢 是我們這個 國民體制的一個短板 表現為的第一呢 就是我們整體的物理水平平均在3至2 就是2.85分之中 還不到幾個線 那麼總體的力量的素質呢 是成了一個下降的趨勢 那麼同時呢 把這個能夠專門進行力量 肌肉力量鍛鍊的人 在總體的能力量不到百分之五 所以呢 這個第五次國民體制監測 我們大量的加強了肌肉力量的鍛鍊 那麼不僅僅是因為我選擇 也是因為力量鍛鍊 和肌肉在這個身體成分中的作用 對健康的貢獻率的這個認識的提高 那麼我接下來呢 我想稍微的廢列 就花費一點時間呢 給大家介紹一下 2000年到14年 四死國民體監測的一個變化的一個情況 我們國人呢 歷來都比較關注身高 這個好像有一個身高的情節在裡面 那麼我們說 城鄉男性別是我們國家的一個特點 那麼從總體來講的身高的變化呢 第一呢 是從年度的變化是一個上升 就是說在這個 身高在長高 就是更高的一個趨勢 那麼從年齡人群一定是 隨著年齡的增長是 身高是越來越低的 那麼這裡面在整個的變化過程中 首先是14年的身高 要遠遠的高於2000年的身高 那麼同年齡段 在最高年齡組上 比如說第一個左邊那個 鄉村男性 他的增長率是最高的 那麼他的 待會兒我會有一個數字的一個介紹 那麼鄉村的女性呢 也是增長率最高的 那麼其中在35歲之前 這個增長也是特別明顯的 那麼這是一個體重的變化 大家都知道我們體重的 超重肥胖率在增長 那麼我們看 在不管是鄉村還是城市 總體來講 那麼14年的體重都遠遠的 要高於這個2000年 但是呢 第一鄉村的變化更大 增長率更快 那麼男性呢 是在30歲之前 是一個快速的增長期 那麼女性呢 是在05年之前 前兩次接测 他的快速增長期 其實是在40歲以前 到40歲以後 就出現一個 開始緩慢的 平緩或者下降 但是到後兩次的 就是10年 14年的這個監測 就顯示了一個 直線了 一直到55歲的 一個快速增長期 那麼可喜的是 就是城市的女性 在2010年以後 他的這個 到35歲以後 他的增長率開始降下了 那麼最是城市女性 那麼我們講呢 就是光關注身高 和體重沒有關係 我們對健康 公共健康大 我們是肥胖 那麼從BIMI的角度來講 那麼他跟身高 就跟體重的增長趨勢 是比較一致的 就是說男性 在30歲 以後 35歲之前的一個快速增長 他的增長 持續的時間 會達到大概 在45歲 甚至到50歲 45歲 比如鄉村 那麼他的增長 就是最快的 那麼女性呢 就是 10年以後的監測 就顯示了 一個持續的增長 快速 持續的一個增長 那麼 尤其鄉村女性 那麼鄉村 城市女性呢 在40歲以後 他的增長 到14年 10年 開始呈現了 一個下降的一個趨勢 那麼 大家講 這個中性性肥胖 也是我們關注的 另一個焦點 那麼總的來講 一個增長趨勢 是很明顯的 那麼 男性來講呢 還是在40歲以後 他趨於一個平緩 但是女性的持續增長 尤其這個 城市女性的持續增長 大家看到 一直到60歲 都是一個標位 是上升的一個趨勢的 所以這個 是輸入 慢病 各方面的操控 會提供了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基礎 那麼 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要關注 不僅僅是要被他問 妖毒 那麼整個來講 跟剛才的趨勢 是差不多的 第一個 就是14年的 這個男性 就是一次比一次高 14年是出現一個最高的趨勢 那麼他的主要增長 都是在50歲之前 那麼女性呢 消息女性和城市女性 它的持續增長 是一個總體的一個趨勢 所以這個是我們 特別要關注的這個方面 那麼還有呢 就是我把這個批准厚度 把福福的批准厚度拿出來 跟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呢 跟總體的它的腰圍 和腰圍的增長趨勢是一致的 那麼 該過起來 就國民體制從形態這方面的變化呢 它是第一呢 總體呈現了隨著年度的 監測年度的增長呢 而增長了這樣的一個趨勢 那麼性別城鄉的變化趨勢呢 是不同的 我們男性的變化呢 要大於女性 鄉村的變化呢 要大於一個城市 那變化幅度 比如說在身高的方面 最大的還是鄉村的男性 男女的變化曲線呢 也不同 那麼城市女性是有交叉的 那麼身高的增長呢 城市呢 已經平均的身高 已經達到就是1米72.0級 那麼鄉村呢 是在這個1米71.0級 其中呢 鄉村的增長是最大的 包括鄉村本一個年度的 從 就是從 20到69歲 它的增長幅度最大的 鄉村 那麼總體來講 是這樣的一個趨勢 至於體重 維度 BMI等等呢 還是這個 成年的早期 就是20到30歲 男性的快速增長 女性的實際增長 那麼這種 在成年早期 快速增長的肥胖率 這樣的一個趨勢 跟國際總體趨勢是一致的 那麼 城市的女性的超重 肥胖率呢 就是在2011年開始出現 一個下降的趨勢 這是呢 一個比較可喜的變化 那麼 第二個 機能指標呢 我們雖然還有其他的 但是我選了一個肥胖量 那麼總體來講 肥胖量還是成建一個 年度的監測 下降的趨勢 那麼當然 男性大於女性 那麼 這個鄉村還是 城市大於鄉村 這是一個總體的變化 所以呢 這個從這個身體的機能指標 本來我們有一個 台階指數 但是在後面 會減少 那麼台階指數的變化呢 是有一定的特點的 那麼肥胖量呢 是從年齡的增長 和下降的趨勢的 第一 是很明顯的 其中呢 男性的下降幅度更大 那麼 監測年度間相比 男性總體呢 也是一個下降 就是說 隨著監測年度的增長 它整個均值是下降的 但是男性的變化比較小 那麼女性呢 則是2000年是最高 而後呢 下降的幅度是比較大的 特別是鄉村的女性 下降的幅度比較明顯 這個和我們 勞動生產的幅度 就是它整個的 這個程度的下降 有沒有關係呢 還要進一步的研究 那麼城市女性呢 在60歲以後呢 這區域循環 下降的幅度就是很大 那麼這個是呢 我們一些素質指標 比如說這個是 作為提前區 作為提前區的話呢 第一 我們說 隨著監測年度的增長呢 它是一個下降的一個趨勢 那麼當然 隨著年齡的增長 一定是一個下降的趨勢 那麼總體來講呢 男性呢 這種趨勢比較明顯 母性呢 還是有一些交叉的 那麼握力 作為一個 最簡單的一個 常用的測試指標 我們看到的 就是說 第一呢 就是 我們14年度監測的數據 整體呢 需要低於前景的監測 2000年的數據最高 那麼男性呢 是呈現一個先增長 後開始下降 但是呢 大家又能夠處理到 相近的男性呢 就是他起點比較高 增長率比較快 但是他開始出現下降的 拐點的這個比較早 那麼 城市呢 不管男性呢 都會維持一定的高水平的階段 那麼有女性呢 他持續增長的時間 會到40歲 都是一個上升的階段 那麼男性呢 大概要 尤其是 尤其鄉村來說呢 只在30歲之前 增長 而後的增長 而後的增長 那麼這個是呢 並演單腳站立 那麼我們可以看出來呢 就是說 整個呢 南米呢 相差很大 但是 常識呢 要跑去鄉村 那麼隨著年齡增長 也是一個下降的 那麼幾個拐點 比如說30歲 到55歲 都是呢 變化比較突出的 年齡段 那麼這個是反應時 反應時呢 這個是一個我們所有的監測 在這個運動素質方面指標 它是一個變化最好的 就是說 隨著監測年齡度的增長 反應時是減小 就是反應越來越快 那麼這個是貝利 因為我們早期的監測呢 貝利是20到39歲 所以呢 我們這個年齡總數率呢 就比較少 但是呢 一個不太好的趨勢 或者我們不願意看到的趨勢 就是14年的數據 那要明顯的 要低 這個是呢 男性也是20到39歲的數據 指標 到這個縱跳 那麼這個下降的趨勢 也比較明顯 那麼這個 但是這個呢 變化還不是說 絕對的 隨著監測年度來講 它就下降了 而是呢 也不有交叉的趨勢 總體來講 身體素質運動能力的概括起來 就是說 隨著監測年度的變化呢 而下降的趨勢 還是總體是明顯的 特別是在35歲以前 女性呢 下降幅度會更大 那麼同一個年度呢 隨著年齡的增長 男性在30歲之前是一個增長的 女性在40歲以後開始下降 那麼就是 男女呢 這個增長以前 早期呢 女性還是要 能夠持續一段時間 那麼 鄉村呢 男性的下降幅度更快 幅度更大 成是女性呢 基本上到20到49歲 都會增長 45歲才開始下降 那麼 反映時呢 是隨著監測年度的 這個後移 那麼整體是反映越快 2014年的成績最好 那麼鄉村呢 是它2014年的成績 很深的 略微明顯 但是城市呢 0510和2014年的相差 都不是很大 這個是總體的 就是我們所說 運動能力的變化 那麼 把這個2010年到2014年 總體的變化呢 我們就可以蓋過 第一 可以增長的趨勢 那麼身體的整個 粗濕度 肥胖度等 是一個提高的 但是城市的女性呢 超重肥胖情況呢 從10年開始以後 有一個好轉的現象 那麼整個是反映更快了 力量柔韌性平衡能力下降了 那麼身體素材呢 隨著監測年度的下降 在35歲之前的幅度變化比較大 女性呢更明顯 那麼體質變化的總體呢 有變化的趨勢 除了像 就是說 四個監測年度 雖然成了一個下降的趨勢 但是 10年以後 它的整個下降的幅度 和增長 就下降的速度 開始減化了 那麼 除了鄉村男性以外呢 其餘人均在 10年以後的 變化速度都減化了 到2010年 2014年的均值呢 更接近了 這是我們的概括起來 但是我們在關心體質的同時 目前體質和健康了 應該說 是一個緊密聯繫的 那剛才我講到 我們總體肥胖是增長的一個趨勢 那麼 關注肥胖的同時 其實我們關心的是 像性性肥胖 或者中性性肥胖 那麼 如果我們把它監測的數據 進行分析的話 就同樣一個BIMI 我們更關注的是 它的體質百分比 那麼 同樣一個體重 同樣一個BIMI 的體質百分比 可不會不同 那麼 我們來看一下 在同樣的 這個BIMI正常人員 它的相性性肥胖 這個情況 那麼 這個是我覺得 一個主題 它總體的概括 就是說 即使是 這個BIMI 超重人群 如果它的標分比 它小低的話 它的慢病 患病 或死亡病 也是相對低的 比如說 像性性肥胖的 在這裡面的 健康中的重要性 它的貢獻率 是更大的 更重要 那麼 我們看看 我們自己的數據 我把不同年齡段 正常體重的成年 中性性肥胖的變化 看一下 就是說 我們現在是分男女 那麼我們發現 就是在體重正常 BIMI正常的人群之中 那麼 隨著年齡的增長 那麼 女性的這種 像性性肥胖 按照國國的標準 它是一個到40歲以後 就是一個 上升的趨勢 總體來講 隨著年齡段的增長 是一個上升的 但是呢 在這個 2010年以後呢 就 男性呢 開始出現了 下降 總體來講 隨著 這個 監測年度的增長 還是有一定的 下降 但是 像性性肥胖 尤其在 成 就是5歲以後的人群 它的這個 趨勢 是非常明顯的 那麼如果我們把這個 這個 這個 監測年度相比 就是 2000年 我們就是說 符合任意一個 中心性肥胖 不是標準 所以戶外的標準 和腰圍 這個達到了 中心性肥胖的標準 但是呢 體重又正常的人群呢 在2000年 大概有22.4%的人 那麼2014年 就達到了33% 就它有一個 明顯的一個 上升 就是說 如果我們按整體人群 去肥胖的增長的話 那它還是一個 上升的一個趨勢 那麼第二個就是說 符合兩項 這個 指標的人 也是 是從2000年的 3.3% 到2014年 5.5% 也是往上上升的 就是 這些人都是BMI 正常人群 那麼如果說 我們再去觀察一下 低體重的檢除率 那麼我們會看到 在這個 不同的人群 第一個是 最上面的是 2000年 05年 10年和14年 那麼在女性 在40歲以前 尤其在30歲之前 那麼女性的 低體重率 其實也是很高的 所以 之前呢 我們一直在講 講回放的同時 我總是想要 就是對於育齡婦女 那麼低體重 一定是我們 關注的一個特點 不能說 體重越瘦越好 所以這個呢 是在監測中的 這種趨勢 是越來越明顯 結果我們有 有點緊生化的趨勢 尤其城市女性 那麼低體重率 還是一個 很可怕的 一個現象 那麼這個也是呢 低體重的檢出率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 這個是 拋開了 監測年度 那麼按人群 就難以來分 我們看女性 在這個 這個30歲之前 和這個 還是非常非常明顯的 那麼相當一部分 就是 人呢 是一個低體重的 一個趨勢 那麼再看一下 受教育程度 和這個 BIMI的關係 我們看的 第一個是05年 然後最上面是05年 然後是20年 和14年的數據 我們會發現呢 就是說 男性呢 隨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他的BIMI是上升的 那麼女性呢 基本上是一個下降的 尤其在這個初中以上 或者高中以上的話 是平等的人 他們還是比較關注體重的 那麼隨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那麼體重呢 就是BIMI的 是一個下降的 這是受教育程度的 那麼這個也是 把這個 不同的受教育程度 給他進行一個混合的 也是基本上 呈現這樣一個趨勢 但男性呢 也是在一定程度 到了 50歲以後 那麼14年 也開始 有一個平緩的變化 它上升的趨勢在減緩 那麼就是說 我這裡面講述說 可以說 知識改變 因為整個來講 受教育程度 越高 男性的BIMI 越大 那麼這個職業呢 也是趨勢 男性也是一致的 那麼女性呢 就相反 受教育程度越高 BIMI越小 特別是初中以上的女性 近十年的趨勢 就更加明顯了 那麼這種產品差異 在國際上 趨勢在國家 是不一致的 國外一般都是 女性要大於男性 那麼 咱們國家的支持 女性還是 比較自律 關係比較好 這個 我自己做的也還不錯 那麼 這個 所以呢 總體而言呢 可以說 知識成為一種保護的因素 隨著 接著年度相互延伸 男性的更年齡段的 BIMI均值成長 但 受教育程度提高 增長趨勢能減緩 女性呢 高中以上學歷呢 提供一個下降的趨勢 2010年以後的數據 就更加明顯了 那麼 年輕男性的 BIMI還有高於女性 但隨著年齡的增長 男性與女性的差距在縮小 甚至女性的反超男性 那麼 學歷越低 女性超過男性的趨勢 就出現得越早 所以這個知識 受教育程度 還是非常重要的 那麼 然後呢 我再 我想講一下 國民體制監測 主要提起的一個調整 剛才講的 就是說 國民體制監測 我們前四次 隨著這個 我們生活方式的變化 人居體制 出現了一個不同 大家如果 就是 去關注以前的 這個 學生體制調演的話 我們最早 體現的是 我們 我們的學生 營養不良 多壓菜 體型發展 那現在呢 逐漸小胖 後來是兩極分化 那麼現在呢 我們的超中的肥胖 已經成為一個主要的因素 那麼力量下降 這個整個的 心肺耐力下降 那麼就 要求我們 國民體制監測 是不是要 這個指標體系 有一些調整 包括 它對人群的引領作用 所以呢 16年以後呢 我們對第五次 國民體制監測的一些情況呢 就進行了一個 前期的研究 那麼概括起來 國民體制監測 現行的前四次的監測系統 有一些部份 那麼主要是哪些方面 第一就是 國民體制監測的 主要體系 存在的一些科學 一些不可行性方面的部族 例如呢 缺少體質評價 的這個 心肺耐力的 這方面的指標呢 它的 年齡增長趨勢 受到一定的影響 那麼 身體成分方面呢 我們一直去沿用的 這個 皮疹厚度 但是皮疹厚度 兩個方面 一方面我們去找中國人 處理分析 第二呢 它的測量力差呢 性能的轉過比較大 那麼 因此呢 就是說 在這方面 前期在2000年之前 由於 技術條件 科學性等等 我們在選擇指標 或者這個時候呢 是有一定的 前期研究 但是還收到一定的直線 第二呢 剛才又說 國民體制度 策定標準是 一個現況標準 是根據2000年 國民體制監測的 數據得出來的 那麼隨著這個 合格以上等級的人數呢 隨著監測人數 是一個持續上升的 那這裡面是有它的 內在的因素 但是這樣的一個合作率呢 就給國人一種誤導 覺得我們體制是 越來越好的 那麼是因為我們標準的 這裡面的幾個貢獻率 一方面是指標的 可能這個局限 另外一方面 這樣的話呢 跟我們健康中國裡面 慢變持續增長的 這樣趨勢呢 不一致 所以這方面 有必要進行一個 更多的一個 隨著新指標 調整和變化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 檢測器材的自動化 自動化程度比較低 與高速發展的科技進步 以及這個 現代化的技術呢 都不相識 那麼這裡面我們 因為監測呢 是考慮到合比性 所以從兩千年開始 一直沿用一種 比較手動的 一種 測量器材 那麼包括呢 數據的路過 方面都不是一個 自動上傳 所以這次呢 提出了一個 新的變化 進行一些研究 那麼還有一個就是說 國民體制覆蓋人群呢 與國人口的結構 以及老齡化的 進程的不相識 那麼我呢 現在70歲以上呢 就是老人是 佔有相當大的比例 那麼這部分人群呢 還有相當一部分 是有比較強的運動能力 它的體制也需要我們更多的關注 也更多的干預 去提高他們的生活質量 都很重要 所以呢 就是人口結構上 另外就是 心理發育和適應能力呢 都沒有在這裡進行體現 那麼就是說 現有指標 根據這個不足呢 我們國民體制的監測呢 比如說 這是為什麼提出心肺耐力 我沒有去講 就是我們早期呢 是沿用了 和台階實驗的一個 改良方法 那麼也做了一些實驗 但是隨著我們監測 一個發現的數據呢 就是說 它呢 由於老年心肺功能 它本身呢 它的基礎的心率就上不去 包括我們台階指數呢 又是 測量了三分鐘以後的 恢復期的心率 那麼它是一個心肺能 對耐力指標 第一反應不夠 它達不到它的 測量的時間 第二就是說 它呈現一個 隨著年齡的增長 到四十歲以後 老年人反而 他的心肺功能 從指數本身 又反而好於年輕人 這顯然是符合規律的 所以台階指數呢 就是心肺耐力指標呢 我們有必要進行一個 比較大的調整 這個是我們前期做了 大量的實驗室的研究 包括了對比的台階實驗 工具自行車 和二級台階復合等等 進行了大量的研究 調整了一個 就是指標體系 那麼指標體系整個呢 它的調整和確立呢 以前我們比較重視科學性 可比性 包括呢 這種延續性 那麼和可行性 但是隨著這個 現在的發展 我們想 規範和國內百經典 比如說很多人類的發展 是共同的 比如說肥胖的現象 肌肉的不足 心肺耐力的重要 那麼它是一個共同的指標 不一定所有的指標 都是我們中國人自己去 發明和去 從頭研究到尾 所以我們可以借鑑國外的 國規範和國 另外經典的指標 那麼也更有利於可比性 另外就是 時代性有先進行 剛才我提到的 我們指標 在測量方面 書記上傳方面 要有時 要與時代同步 那麼還有一個就是 測試的安全 運動是有風險的 那麼還有呢 就是我們要強調 測試指標的生活化 這樣一方面引領大眾的健身 另一方面呢 也有利於它發揮更好的 健身體質的水平 讓老人又更要重視它的功能化 所以 在整個體質指標的調整和確定過程中呢 我們就是遵循了這樣的一個原則 那麼 最後形成了一個指標體系呢 其實 從抽樣方架來講 我們進行一個論證 那麼經常沒有太大的動力 一個是增加了70到79歲 另外呢就是說 有行業體系的部分的 典型工種 這次要拿著監測 那麼我們比較大的變化呢 就是說 比如說 成年人和老年人需要的胸圍 因為測量顧差也比較大 又收入掉股絲等等 那麼 這個就 把胸圍取掉了 那麼 皮折後動呢 三強指標呢 改成了VIO的方法 測量吸取率 那麼 幼兒方面呢 保留了胸圍 從這個生理機能方面呢 這個 脈搏血壓 對膨量的不變 但是 因為耐力方面呢 我們採用了二級公裏 撮 負荷這樣的一種 測量方法 那麼目前現在還在做 遺棄各方面的調整和公式 那麼 那麼 對於老年人來講 以前是沒有太多的心肌耐力測試的 測量指標也比較少 這次採用了一個 兩個分別的一套步 或者兩個分別的高速的測量方法 那麼 其他變化指標呢 比如說 幼兒呢 我們去掉了一個網速質點 因為小孩不會扔 反應的這個 準確性比較差 也採用一個莫裂 這樣把莫裂的指標貫穿起來了 另外一個變化就是說 成年和老年 以前我們在成年組 是在20到39歲是成年甲組 40歲以上成年姨組 那麼 指標就出現了 一個到39歲之前 多 後面就很多指標是沒有的 那我們在研究運動過程中 發現 40歲並不是成年人 力量變化的一個拐點 所以呢 我們就把成年人的指標指標打通了 就是貫穿到20到59歲 同時呢 加強了運動的 肌肉力量 肌肉耐力方面的一些設施 那麼 把握力 背力 力量跳遠 重跳 力量跳遠 是六人指標 那麼勸佛稱和貴國稱等等的 貫穿到這個年齡的指標裡面 那麼 這個老年呢 我們又增加了30秒作戰的一個實驗 那麼整體的指標變化是這樣的 大概我的介紹就這麼多 謝謝大家 謝謝